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万玉年龄就更小了 他今年只有15岁 漂亮 现在总体上大连海昌在第一盘的比赛中是一比零领先 一比零领先就文家立功了 他是三比一战胜陈渴 他是三比一战胜陈渴 三比赛提高 第三遇见 中洲俱乐部的王曼玉暂时领先 这个队员在2013年的 全国锦标赛中获得了 女子单打的冠军 同时也获得了 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 她是主力成员 目前也是这个年龄组 我们国家的一个比较好的苗子 她的对手就是穿黑色服装的 陈兴童 她是2012年全国锦标赛 女子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 2012年也参加了 亚洲少年平方锦标赛 获得女子单打的第三名 现在陈兴投发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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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反应快一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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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漂亮 在这个相持过程中 谁首先加力 谁首先变现 一般的都会掌握主动 但是首先加力 首先变现 取决于你的精神状态 你精神状态比较兴奋 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加力 容易变现 现在我们打出一个高潮 连续赢了三分四分 但这板球显得比较差 就是如果陈兴彤的 这一板发球抢冲 要能够 王门宇能够学到的话 那他这个球的实力 会增加一大块 王门宇能够学到的话 看到王门宇 刚才说前面的年轻的选手 陈可17岁 就显着打球比较稳健 看了王门宇 15岁 可以看到 也是相当的 套路相当清晰 而且打球很有条理 这就是中国的运动员 从小 过去我们在 云台山U17的 平方球的比赛中 推出了很多 像今天参赛的 像常晨晨 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时期 他们就由于 参加比赛锻炼比较多 起步比较早 五六岁开始打球 到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打了一个 全国少年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的成长很快 经验也比较多 再加上近年来 电视都给他们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局王门宇打得非常好 他前面是比较凶 后边是稳重有凶 节奏一直在把握着 这样王门宇又扳回立局 双方打成了一比 由于在前边 文家已经为客场 大连海昌平方球俱乐部 首先拿到了一分 所以现在 他们是一比零算实领先 大家看到这两个俱乐部 一个是丘林格瓦斯 丘林格瓦斯 集中州 这是两个 一个丘林格瓦斯 它指的是一种饮料 就是一种传统的 面包发酵饮料 那个集中州 就是一个集团 它等于是主要赞助 这支球队的集团 叫中州集团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司 你像它有车辆制造 包装材料 材料 包括体育文化 金属贸易 投资物流 地产等多个领域 但是大连海昌 它是作为海昌集团 特别是在2014年3月13号 正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成为了中国第一家 香港上市的内地 祖旗公园运营商 就是海洋极地的这种公园的运营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 更多的大的企业 能够加盟到中国平朝联赛中来 这样就是真正的是 乒乓球搭台 经济倡计 用乒乓球来宣传 各地经济的发展 通过经济的推动 也为体育做出贡献 所以年轻选手来讲 就是当你某一局打得好的时候 你能不能第二局继续保持 这个就是一个经验 有的时候对方一变 你可能就不能应变 来吧 来吧 哇 谢谢大家 所以在乒乓球上 首先要打出一个高质量的球 非常重要 你看刚才这个球 就是陈兴桐的一个拉球 吃住性的 球非常转 漂亮 再来 这个选的经验不够 王曼玉的位置已经没有了 跑到正手了 反手是空的 大家注意 这时候其实你不用那么快 看准了 轻 这时候又非常快 漂亮 这个球是可以说两个人打得都非常好 有的时候看球 往往内行并不是看胜负 是这个球谁赢了 是看他这个球本身打得怎么样 当然乒乓球的输赢 它很复杂 因为它不像有些项目 像足球 只要一个球一进 有可能就完了 它是不同的每一个球每一个球组成 所以每一个球的情况都不一样 因此要求运动员基本技术要娴熟 发球 接发球 发球抢攻 前三板 相持能力 包括他的步伐 他的意志品质 他的心理状态 等等 特别是应变能力要强 你说好的运动员 是打顺了以后 一旦打逆境的时候 他很快的能转过来 差的运动员 就是一旦被对方咬住了 自己转不过弯来了 适应不了 这就是应变能力不够 挑打 现在赶上了世界杯的比赛 正好和中国平昌也重复了 所以现在人们的忠心 很多人都在盯着世界杯 这对我们的平方球运动员来讲 也是考验 其实有很多人 还是在关注平方球 但是在这时候 打球的人 你必须得自己能够进入这个状态 不要受这个影响 有些运动员就会受影响 体育馆里头稀稀拉拉 没什么人太多关注 这时候球就打不好 这个是不行的 必须不管有人没人 自己能够全神贯注 能够调动自己的热情 现在王曼玉领先一分 好的 这种球都是 应该说是十拿九稳 但是有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情况 你看这反手 他回来以后 自己有点着急 王曼玉是2013年全国青年锦标赛 女子单打的冠军 陈兴同是2012年亚洲少年锦标赛 单打第三名 现在陈兴同发球 拉起来 他这球的力量还是比较大 今天这两盘 第一盘第二盘打得都非常艰苦 第一盘出现了三个视频 好在文家经验丰富 最终三比一拿下了一盘 陈兴同发球 好的 又是这一板球发挥了威力 所以在下一局 这个王曼玉最重要的 就是防住陈兴同的 拉中的突然侧身抢冲的这一板 包括发球抢冲 如果破了这一板的话 那么对王曼玉来讲 就取胜就有希望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女子团体第11轮的比赛 就是丘林格瓦斯集中州 乒乓球俱乐部主场 迎战大连海昌乒乓球俱乐部 现在这两个队 他们都是排在第六第七的位置 我们介绍了 只有能够进入前四名 才有这次比赛中 能够争夺冠军的机会 否则的话你打第五名的话 那你也就没有机会打比赛 没有机会再继续 后面的单淘汰 啊 啊 啊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 这一段王门玉打得比较消极 不像前面一局 有一段王门玉就非常主动 始终在坚持进攻 坚持发力 漂亮 王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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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林格瓦斯集中州这个俱乐部 他们是从2013年全国甲击联赛 在乒乓球俱乐部打冠军以后 进入到超级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俱乐部联赛 过去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这个德国平朝联赛 德国甲级乒乓球俱乐部的比赛 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高手 包括中国很多的运动员 都到德国的乒乓球俱乐部去打比赛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中国乒乓球经济的好转 我们这个乒乓球俱乐部的整个经济收入 不比德国低 所以运动员出去比赛的几乎没有了 相反的 世界各国的运动员都到中国来打乒乓联赛 所以呢 中国平时主席蔡振华也特别 希望啊 就是能够把乒乓球联赛打造成像美国NBA 这个篮球联赛一样 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独特的品牌 应该说呢 在这个乒乓球这个领域来讲 这个是具备这样的条件 当然还要费一些功夫 中国乒乓球协会的副主席 也是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江和平 他也提出在国外有很多都是百年的这个俱乐部 那么在中国呢 有些俱乐部呢 打几年就不见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俱乐部的这种运作啊 还存在着问题 他也希望呢 就是我们也能够出现百年的啊 这个老的俱乐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个山东鲁能俱乐部 在这个乒乓球这个行业里面 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就是他不仅时间长 拿冠军多 包括有张继哥 李小霞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呢 几级的网络健全 比如说有青岛的乒乓球基地 有围方的乒乓球基地 一线 二线 三线 这样的从小培养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使得俱乐部 在平朝联赛中 能够有更多的利益 能够有更多的持续发展 王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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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着这个乒乓球比赛 实际上要求你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左边反手打完打正手 其实要求什么 正手和反手的转换 是一个灵敏性和协调性的过程 包括你的肌肉力量 力量速度旋转 落点 你这个头脑清晰不清晰 怎么样用脑子去打球 对方的弱点在哪 我的优点在哪 怎么样扬长臂短 那这些对运动员来讲 都必须不仅仅是理解了 而是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 平前 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陈姓彤 由于他有一板杀手锏 就是他正手侧身的一板 所以在关键球处理上 他就占有优势 现在王门玉发球 这样陈姓彤 在对王门玉的比赛中 就以三比一 取得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 由于在第一盘比赛中 文家已经三比一 战胜了对方的选手 就是陈可 所以这样 现在大连海昌 乒乓球俱乐部 就以二比零的比分 暂时领先 接下来将进行 双方的第三盘双打 现在大家看到双打的选手 大连海昌是长城陈李嘉义 对姚俊宇和袁雪娇 对姚俊宇和袁雪娇